大家好 秋天是兰花的季节 现在我的很多卡特兰都开始长花鞘了 这一个是花鞘已经被撑开了 里面呢有四个小的花苞 这是一棵叶子并不算很大 但是花却非常大的卡特兰 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得到它 当时是分株分出来的 花已经凋谢了 差不多正好一年以后 它就又开始长新的花苞了 真是很漂亮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没有名字 所以等到将来它开花了 再看有没有花友知道它的名字 后面这些都是最近长出来的新花鞘 有的呢里面已经有看出来有花牙了 有的呢还不太看得出来 这些卡特兰都是我在去年秋天 夏天和冬季购得的 在春天呢我就把它们放到了户外 应该说户外的环境非常有益于它们长新的花鞘 并且这些花鞘开始长了以后 生长的速度也要比在居室内要快很多 那放在户外呢我就是注意一点 一个不让它过于积水 就是雨天我会把它的积水倒掉 并不是不让它淋雨 让它淋雨了以后第二天早晨让它等半天 天晴半天以后呢我再把水倒掉 也让它吸一吸雨水 另外呢就是给它的光照呢 每一盆卡特兰的需求还是有差别 有的卡特兰即使是晒到夏天中午十一二点的太阳 它的叶子也没有问题 但是有的卡特兰就不行 我呢就根据它的叶子上 是否有被晒伤的疤痕来决定 是否把它放在阳光最好的地方 那如果叶子放到户外 很长时间都没有被晒伤的痕迹 放在室内植物灯下靠得很近 它也不会出现叶子上被晒伤的痕迹的话 那我就会把它放在阳光相对充足的地方 那如果有这些疤痕的就放在半遮阴的地方 差不多早晨十一点以后的阳光都不给它们晒了 整个夏天呢 我的卡特兰的叶子几乎没有被阳光灼伤过 但是花翘就长得特别喜人 比起在整个冬天植物灯下的生长 它们要迅速很多 无论是长新芽还是长花翘都要快很多 所以卡特兰是非常喜欢户外环境的一种植物 好的 谢谢大家关于卡特兰花翘的分享 今天先到这里 过一段时间再和大家分享卡特兰开花的情况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